好,我们 好,哈喽哈喽,我是朋友们 来,现在我就要带你们继续见春春了 跟着我的镜头一起走 我们马上就会见到春春了 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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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春春好 哈喽哈喽,我们是腾讯娱乐的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那个 小王子 哈哈哈哈 春春请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啊,这是春春 然后这是今天的,我是今天的那个直播现场的主持人 然后今天我们是腾讯 没关系,稍后要做的是我们另外一位女记者 她要进行一些专访 然后完了就想要 那你这样蹲着多跑 没事就在你旁边嘛 嗯,好吧 然后完了之后那个,稍后我们的那个女记者 将会带,为那个大家带来一些问题 提问春春,关于音乐方面的问题 如果大家想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春春的话呢 可以在弹幕中发出来 左下角是弹幕,右下角是点赞 好,那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的女记者吧 好,那请问我们的主播要坚持出镜吗 好,坚持出镜可以一直跟 哈哈哈 OK,我先带你 没有,太带你 美好的,美好的那个,蹭个那个圈圈的那个隔壁 麦克风可以 好,我拿吧 小琴,你喜欢你唱 嗯,好 OK 你先那小琴,不要拍什么 好,不要 好,要我们先来跟我们的春春聊一下新专集爱的故事 好了 就是新专集的概念是野蛮生长 为什么跟她有概念呢 嗯,其实是基于一次随意的聊天 我在大概两年前的时候就是 因为跟有一些艺术家的一个聊天嘛 是关于就是聊这个八五星思潮的那个时代的一些就是创作呀,生活 他们的一些,一些有趣的事情 当时也有个新,也有个新老师他就聊到这个 不经意间聊到这个野蛮生长四个字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可以发散的 所以我就,影响非常深刻 那我在筹备自己新专集的时候就想到这个这个企画了 嗯,那么这次为什么会选就是四张EP 然后加一个大碟这样的形象来,这样一形式来推出呢 嗯,因为我希望说可以把整张专集的这个企画概念做的比较极致 嗯,以往我们做专集都是一整张 然后,那个时候,那个时候 好像很久也 那个时候就是比较的习惯有这个主打歌 一打二打三打这样子 但其实我觉得在 我在越来越多次做专集的过程当中 我,我其实觉得那个是一个 不是特别科学的方式 对,我觉得不是特别科学的方式 我觉得其实整张专集可以有一个完整的企画 然后每一首歌可以为这个企画而服务 把整张的概念做得比较极致 然后每一个创作者可以根据这个企画来进行自己的创作 有自己独特的这个视角 来进行音乐上面的阐述 说自己想说的话 嗯,所以我这次想尝试这样的一个全新的方式 嗯,那么就是刚才聊到就是说 有些人和社会责任的一些问题 对,那么就是这些议题 会在野蛮生长这张专集中有体现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野蛮生长好像听起来是一个比较的 呃,好像很有对抗性的这样的一个 呃,一个 一个组合吧 但其实我觉得野蛮生长 反而是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是一种自我的状态 那个状态不是说我今天要 呃,要对抗,要反击 我觉得反而是那个野蛮就是 我就是这样的 我就是这样长的 只是可能外界觉得 那就是野蛮的 因为可能大家的生活方式 会有自己的一个设定 或者一个框 但是也许在玫瑰的世界里面 先生长它就是属于野蛮生长 对,所以就是说要听众不同的多样性 我觉得没错 是对的 然后就是聊到新专辑的一个特别的包装概念 就是我们发现就是Beyance最近也新出了一张专辑 然后他那张专辑就是也非常特别 所有的歌串在一起像一个音乐剧一样 对 然后就是会觉得 这种新的音乐形式会担心大家接受不了吗 有新的专辑的推出形式 我觉得不会啊 我一点都不担心新的形式大家接受不了 我觉得反而是 呃,应该有更多 更多样的一些一些形式 我觉得其实是在于说大家可选择东西 并不多 嗯 那么就是在音乐方面未来还有想做更多大胆的尝试吗 嗯 嗯 我觉得可以就是有一些 新的合作 因为无论是现在音乐还是电影还是 嗯,实上方面很多很多方面 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心态 我觉得我想我想跟更多有趣的人 呃,有意思的人 酷的人 好玩的人 呃,不一定是大神 我觉得就是 有想法的一些人 我觉得 呃,有一些跨界的合作 我觉得都是很棒的 嗯 就说到合作 然后有一事特别有意思 就是因为春春之前很多礼服 然后都是跟很多国外的著名设计师合作 然后这次礼服也是 嗯 然后就发现设计师他那天发了一条Instagram 然后就 啊啊啊啊啊啊 这样特别激动的样子 那么就想问说是怎么勾搭上的 完全没有 我们都没见过面 嗯 那这件礼服的机缘是什么 最开始的时候 最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呢 我就 呃 我就没有太 太管这个事情 因为我一直在 就是筹备新专辑和接下来的影商会的部分 所以是 造型师跟经纪人他们选择了很多不一样的礼服 然后后来我们就讨论说 就是你喜欢哪个 我就说这套很特别啊 这套 我一眼就觉得 呃 又美又酷 呃 还挺想尝试看看的 当然我也有担忧就是 我能穿上嘛 因为那衣服就是很瘦很瘦 你模特的 那个身身材 然后到了Gana以后呢 就开始进行试装的工作 呃 结果没想到非常的合身 除了裙摆的部分进行了一些小的修改以外 那一切都好像就不合适 那就它了 那么就这应该是你第四次来Gana 然后就是心情会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吗 心情就是一切都很熟悉 呃 然后很放松 还挺高兴 就是之前看到在机场的时候是戴着帽子 嗯 然后昨天是礼服的 就上红弹的时候他把帽子摘掉 对 就大家看到这个发色都会觉得好乖好可爱 嗯 就这个发色是特地为这次礼服搭配准备的吗 不是 我是 我是 为新专辑准备的 因为新专辑在拍摄专辑封面和 呃 video的时候 就已经做了这个颜色 嗯 然后就是网友我们都特别关心一个事情 就是巡演的计划定了吗 嗯 还有一些小小的不确定 但是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在8月份 嗯 对 具体的 现在已经定的程序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吗 不太能 但是 呃 但应该会从北京开始 嗯 然后今年除了新专集合巡演 还有什么别的工作计划吗 比如说拍电影之类的 嗯 也许会有 但是也应该是在下半年了 呃 因为现在会有一些不同的剧本 在看 在读 呃 会再看看什么 会再询询 那么 昨天那个黑天鹅的造型 大家都觉得很惊艳 那么今天晚上的造型 能给大家提前透露一下吗 不能 哈哈 因为我还要试试 我还没有最终确定 因为还有 还有点纠结 就是 到底应该哪个 有一些礼服 有一些小的 小的修改和调整 所以我得再试一下 嗯 好的 我春就是如此的耿直 说不能就是不能 呵呵 那么就是请摄像大高的镜头 稍微推进一点点 大家都是春春的手表 超可爱 啊 谢谢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的等待已久 跃跃欲试 安耐不住激动心情的主播 我们的钢牙哥 马上就要来 这样的敷脸 这样的敷脸需要干嘛 马上就要来选取网友的弹幕 我们跟春春进行互动啦 OK好 那接下来就又把那个发言权 交回到我的身上来了 嗯 我要来跟春春进行一些 网友之间的互动 好 就是他们会问你一些问题 然后我提出来之后 您选择性的回答就可以了 好 呃 我看一下啊 往这边来看一点点 他们说春春好可爱 想问一下就是那个 今晚的礼服 什么时候可以透露给大家 今天晚上就透露给大家 好 嗯 然后问了之后他们问你是那个 国家阿吉的那个转比运运动员是吗 有吗 就是大家对我的 就还还行吧 嗯 然后他们问你说吃午饭了吗 还没有 嗯 他们问春春是不是喜欢上菠萝拉 对 那是我在外面的植物 哈哈 然后春春接下来还会跟人烧吧的少年们的 那个呃 学员们有什么合作吗 目前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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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他们问你想要玉米还是想要菠萝 菠萝得罪谁了 菠萝 就是因为我穿了菠萝鞋 嗯 的原因嘛 哈哈 好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春今天的菠萝鞋 其实菠萝 菠萝的颜色和 和玉米 和玉米也是 也是相亲相爱的 哈哈 然后他们问你说那个呃 莱甘哪有吃过什么比较好吃的东西吗 嗯 嗯 还真的没有 因为 这一次时间好感 就 前后三天吧 我就第一天到的时候去 呃跟跟小景去吃了个饭 然后 吃了一些海鲜吧 海鲜 吃了小景一个人吗 没有 就是欧莱雅团队啊 哦 然后他们问你什么时候会为成都 会成都 嗯 最近好像没有 最近好像没有 最近没有 然后问说接下来你会有上专业秀的计划吗 呃 呃 好像暂时没有吧 因为 呃 好多专辑上面的工作 然后还有就是演唱会的筹备 就是花了很多时间 虽然有很多正人秀的邀约就是 但是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计划 嗯 好然后完了之后有网友问 就最近在看什么书 最近在看什么书啊 嗯 最近在看一些 怎么讲就是 反正我 从一个地方旅游回去 从罗马回去 就看关于罗马 关于宗教书啦 从非洲旅行回去 就看一些人类简史啦 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吧 就受什么环境影响 就看什么样的 因为会对你会对那个 那个东西好奇嘛 对想要了解一下 刚刚经历过的一些环境 对 然后他们问你这个 发色会保持到演唱会结束吗 巡演结束吗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因为我头发真的是长得太快了 呃 接下来会考虑调装古装系吗 no 哈哈 为什么呢 因为我其实相对来讲拍的古装比较多 嗯 我反而是想尝试更多的现代戏 他们问你说有没有什么电影可以推荐 电影推荐啊 嗯 我最近看的比较印象深刻的两部电影 一部是 可能对于 可能对大家来讲有点沉重 就是一部是年轻气盛 一部是罪恶之家 嗯好大家都看到了吗 好的然后完了就 就是看到了春春讲的那个 他最近可以给大家推荐的电影 然后完了之后我们今天 春春跟大家的互动呢 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然后我们直播有一个惯例 就是在最后面那个主播要跑过去 跟春春称一个合影 哈哈哈哈 就是什么 有一个惯例就是每一场直播 主播都会跑过去跟嘉宾称一个合影 哦 称一个合影 哦 所以你刚才听起来什么 唱一个合影 哦那你要唱 那要唱一个吗 没有不要了 哈哈 好然后 嗯 好 本来我想要站左边的 因为我最近有一个就是魔咒 就是跟每一位嘉宾合的影 我都拍的自己特别丑 请谢谢春春 一二三 好 大家想要看这张照片的话 就要继续关注我们 腾讯舆论的干娜前方报道 谢谢春春 今天给我们做了这个直播 谢谢春春 谢谢大家 然后完了之后呢 大家跟着我的脚步 一起往外走 我们接下来 哦好 谢谢 拜拜 大家跟着我的脚步 一起往外走 我们现在还要跟大家去聊一聊 然后我们在嘎那这第七场直播的最后 还会有什么样的惊喜 其实啊 我们今天就是那个很荣幸的来到了那个 春春的那个公司里面 跟春春做了一场就是那个在嘎那前方的直播 我们春春刚刚已经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他音乐方面的梦想 也聊了很多关于就是那个他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要就是了解的话 可以就是到腾讯视频点击本期节目的回放 你要看到路吗 嗯 这都ok的 就是我想说我要转到楼下去 我们往外走在一起聊弹幕嘛 我要稍稍微稍微就是那个叫我们女记者过来耳语一下 女记者耳语时间到了 好的 然后在跟我们的那个女记者那个耳语之后呢 我建议继续要带大家往外走 就是这家酒店我们已经看过很多次了 暂时就没有什么好看的 还是要带大家去看一下 看过很多次的干纳海景 但是你知道我们每天看同一片海 心情是会不一样的 因为呢每天你遇到事情遇到的人都不一样 比如我今天遇到的圈圈 圈圈圈特别的亲切和爱 然后完了之后让我们有些那片海 可能都圈圈一样 都是它的菠萝玉米色 好然后完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已经来到了酒店大堂 我想呢是向大哥说一下 我们今天要不往左走啊 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带大家 都是带大家往右走 昨天在那个访问向泰的时候呢 听向泰说在那个呃 这个酒店是 镜头切到我切都切给你吧 好 那那边人太多了 行 那现在就是接下来的电量是够的吗 够的话要不把那个把那个 充电宝拔了吧 然后咱们俩就不用这样连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吧 在一起 不是就把它拔了 现在现在好像 我拔刀拔的话就有问题 好的 然后完了之后 嗯 春春已经暂时告别了 大家接下来就只能看着我了 然后完了之后我们一起往外走 来我们 我在前面里面 好 就是摄像大哥现在像牵着一条小牛仔一样 牵着我往前走 哎呦 小心 呃 今天这个酒店的是春春夏她的酒店 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刚刚春春做完了一场现场直播 那春春那个呃回答的问题不知道大家都听到了吗看到了吗 如果想要就是那个了解我们春春啊向左走了解春春今天直播说什么内容 大家可以继续回点回播观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我看到现在已经有20万的那个在线网友跟网友跟那个300万的那个在线点赞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最后呢我们会带大家的惊喜呢就是去看一下嘎那那个另外一边海长的什么样 我带你拿着吧 好那我们我们过马路吧 看一下好帅好帅摩托车 好帅好帅摩托车 今天呢就是我们还我们就是一大堆的工作人员都还没有吃午饭 然后完了准备就是直播结束之后就可以去吃我嘎那最安心的一顿饭了 因为我在嘎那就是那个已经连续起场直播 请到了七位大明星 然后接下来可能稍微就是可以稍微释放一下就是这么多天的压力 然后完了之后好好的慰劳一下自己的这么多天的嗓子 以及像自己有一个全新的那个心态 可以去写一下我在嘎那的那个日记 你知道就是前几天可能每天的嘎那这集里面 都很多的涉及到工作方面 涉及到就是明星访问方面 都还没有来得及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嘎那的美食 那接下来一定会找一篇单独来跟大家聊聊嘎那的美食到底有多美 其实我那天就是吃了一个雪糕还蛮伤感的 因为我第一天吃了一个双色的那个雪糕 一个混混色的雪糕 然后完了之后他卖人民币 就是他卖那个三欧元 然后完了之后吃了之后它是酸的 但不好吃 所以今天就是那个一直有一个怨念啊 一定要吃到一个甜的雪糕 哈喽 哈喽 我们遇到一位中国的朋友 看不到 我们已经看过一次了 哈喽 诶我发现就是我们后面那两位那个 他们都不跟来了是吗 这狠心的抛向我跟摄像大哥那个一起走 万一摄像大哥把他刚刚读的那条弹幕的事情做了 我怎么办 人说的是两个人 我跟摄像一起 哎 一个人两个人我都不行好吗 我尺度特别小的 不要这样 哎 可以看到这边啊 其实这边是一片那个 呃 这叫什么岩石滩 就是有一些就是那个岩石滩 对起来的一个一个小小的一片 那个 类似公园一样的地方 看过去公园哪 然后我们之后在那边停靠很多游戏 这是码头吧应该 对对对 这应该也是码头 那边有个码头 这边应该有一个码头 这边有一种公众沙滩 应该是公众沙滩 真的吗 那边那脚那会应该是 那我们一起下沙滩好不好 真假的 我鞋可能不行吧 你的鞋不行 我的鞋更不行吧 我让他去吧 让他去吧 我们的摄像大哥 真的也是就是用尽一切那个心事 想要就是坑死我 没事就他让他去站在水里 我站上去 你确定要下去吗 下吧 好吧 会不会不小心碰到我上桌 没什么 其实呢就是那个 哎 咱们下主车 哎 慢收了吧 慢收掉了 坐包里 应该这是公众区域 我觉得不太好 啊 晚拜给我包出包里 晚拜 其实呢就是这么多天啊 我们来到 Ghana 一直都没有带大家来过海边 也没有跟大家一起在沙滩漫步 然后呢 今天就是难得有这个机会 带大家感受一下特别湛蓝的海 然后那边有一个鸡就男走过来了 可以就是那个 你知道我让试图大家走 我们不是说带大家来看无上庄吗 这就是无上庄 就是前几天跟大家说的 就是在Ghana的海边啊 其实有很多就是那个 长得都特别好看的那个 男生女生都有 然后完了之后 就像我这种就是颜值 然后这里都会深深感到一个惭愧 然后今天的海特别特别的蓝 特别特别的好看 我们就一起漫步往前走吧 哇操我们 我们剩下大哥也是 就是讲出了这些心声 把我逼死了有没有 哇塞 你在直播那个裸男的海边 就是那个墓浴吗 没有 那种猛男正在那个海边 就是那个踏浪 我们接下来最后的15分钟 就是要跟大家看一下 海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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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一直跟大家强调 我们感受的是海景 就是为我们今天直播做一个完美的ending 要在这个直播里面 就是刚刚我知道大家都看过了春春 那接下来就是要看一下 春春来的这个城市多么的漂亮 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想要给大家留一个 特别好特别美的那个ending pose 然后来到这个海边呢 让我不禁想要在这里就是 阳光 沙康 海浪 天 好了 我觉得这样子回去我会被骂死了 真的就是那个你知道 就是在直播的最后 并不是想要就是 呃 等一下不要等一下 就想要说跟大家看一下 干纳的海真的是很漂亮的 就是平常可能没有什么机会能够来到这里 虽然今天呢 带你一个那个呃 紫国人的那个带领下 我们也是就是感受过了干纳的城市 然后今天就带大家感受一下海边 那大家如果想要看到我们真正的去到海边玩耍呢 可以关注腾讯娱乐 接下来在干纳前方带来的直播报导 因为我们稍后将会有一天 专门带大家去海边 感受海水 感受我们的沙汤 到时候 呃说不定那个主持人就会泳装上场哦 我的泳装可能也就是那个长袖 长袖T恤跟长袖那个睡裤吧 好啦 那就是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吧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对圈圈的支持